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够躺着 当然没靠背啦 所以民进党果然是没有骗人耶 董哥怎么看 王一川是民进党中党部的政策会执行长 第三大的 在党部第三大的 那他讲这句话 很多人叫他靠背哥 这是他的绰号 后来他又讲出更回忆手势 他又有另外一个绰号叫王希之 因为只有膝盖才知道 那大家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秀这种下线呢 他是台大土木的博士 他这个不可能像狗发手 是在送那个文凭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觉得秀下线 可以征集到媒体的报道 所以就会有高知名度 可是没想到赖清德不喜欢 赖清德上个礼拜三 在中团会就开嘛 你们这些人要有专业 他是被点名的对象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他有多少进步的东西 刚好今天彭博新闻社 他有一篇报道出来的 他说我们从川普时代 美国怕美国 怕中国大陆更强大 所以做了非常多的限制 这个不能卖 那个不能卖 那像拜登政务昨天又对 中国大陆做了很多限制 为了帮赖清德的前行加温 可是彭博他说 这六年来 中国大陆不要讲 就至少有六项 是全世界第一名 无人机 太阳光 太阳能电池板 还有石墨烯 还有高铁 还有电动车 还有锂电池 都是世界上最顶尖的 其他那些国家比他差太远了 有了漏后好几言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媒体 他做了报道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漏后 那如果一般民众 你如果到中国大陆 你不要设定目标 随便到一些小的地方 你去看 你也知道他的进步 所以很多朋友常问我说 你是不是常去 我说我在金门我常去 随便去那边吃吃东西就回来 有时候当天就来回也会 为什么 因为他 你会感觉说 他是一个很进步的地方 又买到很多东西 又可以享受很好的美食 但是他就是比较便宜 你就会去 那我讲个人的体验 会告诉朋友 说你要是不相信 你花个三四万块 自己找一个地方 不要我来指引 你如果喜欢开封湖的 包今天你就去开封 随便去 找一个你听过的地点 你就去看看 人家是进步 还不是进步 他进步不是只有上海北京 不是只有下门 你随便看都是 所以我说 就是自己眼见 就知道是真实或假的 新加坡的李显龙 他最近有一个演讲 他在演讲 我觉得他以重心长 他说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讲中国大陆 好像经济怎么样 劳工怎么样 年轻人怎么样 他说 其实中国大陆 他的经济发展到现在 还没有见顶 他说 我们现在看中国大陆的讲法 很多都不是很明智 他说中国人有决心 继续向前迈进的时候 西方这些国家 不要认为说 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就可以妨碍他的进步 他说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李显龙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近 我们知道苏州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 一个科学研究 由新加坡人在管理 30年了 那这30周年就是下 11月就到了 李显龙要到现场 他说这就像自己生的孩子 看他的发展 这个期我也去过好几次 也没有人引导自己去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人家是怎么进步 李显龙说 中国大陆 他很多东西 要做他就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决心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你们去讲 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 大家互相去引导 好像很看衰他看不起他 这个是臭的嘛 那我自己的感觉 的确是这样啊 就是当我们这一群人 每天去讲他的 好像很差的时候 说他经济 绝对不到白了 好 好 好